这盘棋将近是能否斑平2024年的十番棋第九局 之前刘全对战增弃拳比分是7比9了 所以这盘棋只要对方获胜就结束了 刘全如果获胜还可以加赛 如果打平也可以加赛 那么这里刘全使出了看家本领视角炮 黑方自使横居盯住他 红方快速架成了一个中炮局 这儿的话三步虎就是不让出居 冲骑兵这个居骑合很关键 如果巡河的话将来会有上妈踩的手段 现在他要吃兵那就要飞香 平炮一对那就换掉 然后这边他把居主动换掉 因为有中炮中路是有攻势的 所以他需要补卫招 补强之后呢红方一看没起拆炮 到这儿黑方从边线杀过来 接下来红方飞香 黑方是进七足 半马之主 那红方掌居 他的目的是要对居 对掉的话比较平稳 黑方呢不愿意 这儿的话红方就并三进也利用他 退回之后就吃掉 吃完之后的话就上马 这个期黑方赶快要对足 避免被他踩掉 关掉以后呢双方差不多 进居之后红方有先手 就是马踩中足得一个 那么黑方其实可以聚三平一 就你吃一个我吃一个啊 你敢上马就抢另外一个 这儿的话比较积极啊 那你不上马就没戏 他平均的话让对方上去再过来吃 看着不错 但是红方一踩之后呀 他一吃人家换掉之后 这边你没有吃掉这个兵 他现在有一个上马踩炮 到这儿的话也只有多 然后呢他有一个马八斤九 我朝马很厉害 所以现在这个期啊 黑方能走的招法就是 炮过来挤住啊 这个聚过来吃落相给他换 换掉之后丢个相 边边强行吃掉 那这样的话缺个相就枯顶啊 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平均的话这个期对啊 那这儿上马一将 既然这个思路那就出来给他换 但是他怕将来人家不换啊 将来这个既归掉这种期啊 还是有估计 所以临场的话 他就决定退一步求问 这样的话就被锁住了 冲兵之后啊 你在直视他又吃一个 黑方现在只能说是啊 不过是 红方过来把马又给按住了 所以黑方这期比较苦啊 红方只管围城 到这儿他选择招法是出 那红方这里把相落回 随时可以打将利用他 若是想对那肯定不对啊 将军对方还得进 随着起黑方痛苦呀 红方这儿就过来打对方的马 黑方则是退回 接下来红方开始围城 那么黑方开始反击 把这个马先逼退 然后他是又以这么一招的起啊 过来给你对局 那红方有个骗招就是 你要对局可以 我踩一将踩你鞠 你要上马我也是砍掉你 吃完之后再踩一将把你吃掉 将来是马炮兵对战一个单炮 单缺失的起 这个骑是守不住的 所以的话对方决定先出 下部骑要上马了 所以呢这骑也挡不住他了 红方索性上马先踩拋 黑方进一步仍然是要上马 红方平均抓 你上的话这个骑马位比较少 所以他选择从边线上 堂堂正正还踩着鞠 红方躲开之后呀 这个马就上来了 然后呢这个骑红方有一个上马 到这的话看你怎么走啊 黑方他就直接跳过来 那踩炮 红方呢这个骑啊就选择一个拆炮 到这的话黑方骑时呢是可以进去的 因为这个时候啊 对方将的话可以落实 暂时没有骑 如果你敢用墙的话啊 他这一飞向底线还反杀 这就麻烦了 等你补向的时候 他这里有一个摆中炮 出来之后呢挑将 上来之后拍一架 知识之后跳一架 下来之后杀一架 到这是一个连杀 所以没有办法呀 那么黑方临场没有进去 他选择天驱 那红方的话这个骑啊 他给换掉了 其实呢不应该去换 到这儿应该是 出来把它牵住比较稳妥一些 或者先点将再出来 他急换掉之后 就显得比较笨 在红方看来这个骑 点将往相一破呀 三次就够赢了 但这个骑有点积极臭成 因为这马位不佳呀 结果人家退回吃兵 这兵不能丢呀 兵一丢的话 其实不够赢 但是你兵一下 他一平锯要抓死马怎么办 正常就跳 结果人家退回一锁呀 把局给对掉了 这就没脾气了 对完之后 双方又走了十来个回合 但是的话 这个骑确实也是赢不到 因为人家这里啊 有一个炮 将来就用炮换你个兵 你个单马都赢不到 所以呢 这个骑啊 没脾气 这个骑应该是有点机会的 没把握住呀 确实有点可惜了 那最终是双方占平 看最后的决赛吧 那是那个肯定的 那个肯定的